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上周四,一家位于雷尔城的超市啤酒打折,两瓶啤酒只需一瓶的价格,而这场折扣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华人。在超市开门之前,就有20多名华人等候在门口。 超市开门营业之后,华人们蜂拥涌涌入,直接推着购物车冲向啤酒货架,竭尽所能地抢下大量啤酒。 为了防止混乱,超市警卫出动维持秩序,这些大量购买啤酒的华商随后将会把这些以折扣价买入的啤酒放在百元店、食品店等店面中出售,赚取中间的手艺。 恐怕超市也没有想到,一个啤酒打折的活动,竟然能够在华人中激起这么热烈的反响。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